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这个国中奋营区的营主任是由林华中校长担任 那是不是一开始就请林校长来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学校 是谢谢我是新竹县的武丰乡的武丰国中 那当然武丰乡是我们原住民地区的学校 主要是由泰雅族跟赛夏族两个族群所组成的一个族群 那我本校呢人数比较少大概80位上下 所以算是偏乡的学校 既然是偏乡我们除了基本学历的提升以外 我们也是有很多的特色的课程来发展 比如说森巴谷比如说像我们的合唱 都会荣获这个全国的前几名这个部分 谢谢 那这样子学校自己内部也有在推动童军运动 是我们就是跟着我们新竹县的那个团来推展这个运动 那我个人本身就是师范大学功领系的部分就是要休息童军的 所以这次就有帮忙到我们这次全国大露营的一个分营区主任的这个职务 来协助这个活动顺利推展 那是不是就开始来帮我们介绍关于这个国中分营区整个一个活动的规划 大概从是多少的时间 然后你们动员多少人力 我们这次中小学的全国大露营呢 我们就动员的人力大概十几位吧 那因为分营区的工作比较是做沟通协调的平台 各组啦 不过是饮食或者是生活辅导活动 或者是我们露营的部分 惯喜的部分 都是由我们这个分营区这里来跟孩子们 同军们做面对面的沟通 所以我们相对来讲我们的工作就比较多而杂 因为直接要面对我们的全国各地的那个同军伙伴们 那这一次来参加的这个国中团体的同军团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 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过来的 是 比较偏远的我看到的是金门的 金湖国中 还有远从屏东也是有一个原住民的小朋友 他们也是有传统服饰 蛮多元文化的一个部分 那从整个筹划到现在第二天 整个成效 然后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是 我们大概半年前 大概4月份开始接受这个任务 我们就是针对我们的工作 做了七八次的筹备会 那辛苦归辛苦 但是我们国中的部分 我看到小孩子从近来到现在 整个小对夫精神高昂 的确是跟外面的小朋友不一样 那一切的疲劳跟困难都觉得 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的 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子的 学习成长团队的合作 我们觉得真的是 说没有困难 甚至是 我们就看到孩子成长开心的一面 其他的劳苦都一切 都是觉得值得的 谢谢 谢谢我们的林校长 那我们继续来专访这个国中飞营区的副营主任 是彭青鸿校长 那是不是请校长先简单介绍你的学校 谢谢主持人 个人是坚持国中的彭青鸿校长 在今年8月1号才就任 那我们本身所在的这个学校 是坚持国中 那目前也是一样 在这个原乡地区 算是泰雅族为主体 占了95%以上的小孩子 那汉族的部分占少数 那我们学校本身 目前大概是220几个小孩子 那全校有9班 那我们针对后三的小孩子呢 我们还有学校有住宿的部分 大概有四五十位的同学会住宿 那这里的小孩子 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单纯 那我们老师们也非常的用心 在带他们 这些年来在前任的校长 努力的经营之下 我们校舍进行改建了 那我们也有至善基金会 还有博佑基金会的 这样的基金会 进到学校资源的引入 所以现在学校呈现多元的发展 在体育班这方面 我们也成立了篮球队 田径队 柔道队 以及宇宙队 那在全县 以及全国里面 有相当好的成绩 那另外呢 我们也有成立了街舞社 合唱团 这些音乐性的社团 那我们针对原住民的 他们的优势 那我们做一些的 这样的发展 发现小孩子 他们真的很愿意接受 我们的教练的领导 他们也很听话 他们也很可爱 很投入 我们上礼拜还参加了 新竹市的风尘杯的篮球赛 在过程中看到同学们的拼劲 他们的努力 教练的关爱小孩 如同自己的小孩 这样的照顾 我身为校长 我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的成绩也非常的好 达到这个呢 国中组的第二名 看见我们老师们的投入 那我们身为校长的我 也愿意在这个学校里面 更多行政上的这个投入 支援我们的老师 让学生在这边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让他们各个能够适性 能够去发展 找到他们的舞台 好好的迈向成功之路 我知道坚持国中 是在坚持乡里面 但是他在往深山里面 还有更多的部落 其实他们国中 是要到坚持国中去念 所以交通的关系 所以他们都要住校 那这样子在管理上 会不会特别的辛苦 谢谢主持人 针对这个住宿的声音 我们目前是住在学校 大概50位左右 那目前呢 有配置了一位男射间 一位女射间 那目前呢 这个生活上的部分 除了有射间在照顾 我们也有晚上有规划 晚自习 四散基金会呢 也帮我们做了一些 社团的规划 那他们的同学的生活 是很丰富 是多元的 不只在科业上面 得到很好的引导 在社团以及人际关系 也得到一个方面的 一个正向的引导 国中内部的推动 同军运动的状况呢 针对这一部分 我们在学校这一部分 我们针对学校的 这个同军的课程 那我们也强调 荣誉的制度 强调要团队精神 利用小组的精神 在学校里面 融入了各个领域 老师呢 也做分组 合作学习的方式 我想这个同军活动 在监视国中 是已经融入到各个课程 那在各个团队里面 都有过很好的彰显 那接下来是 彭校长介绍一下 你副营主任的工作 谢谢主持人 个人在这边 担任副营主任的工作 就是来协助我们的营主任 在各面上面 我们一起来合作 把这个样子 国中的各种的生活 也好环境的整个荣誉的制度 这边做一个辅佐的角色 最后彭校长 你个人怎么看同军运动 同军的部分 我想这个已经发展了 有一百多年 从英国的这个贝登堡开始 那我想说这样的一个精神 从他们的名言 就是要准备日行一善 人生以福为目的 这样一个方向来发展 对小孩子呢 是有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呢 在小组 刚刚说的小组制度 荣誉制度 这一部分呢 对小孩子呢 他们也 在各面 也会有一些的激励的作用 那我想说 在学校里面 我们还会持续的 来关注这样的议题 谢谢我们的彭校长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专访 国小分营区的营主任 黄明勇校长 一开始是不是请黄校长 介绍一下你的学校 松林国小呢 在新梦乡 那我们学校里面最主要推动的是阅读教育 再加上国际教育 国际教育除了英语以外 还有从学校出发乡土 一直到整个看天下 那就是整个学校的课程加工 那在阅读教育方面已经推动了 也都很有成果 那我们也是希望再继续加深加广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帮我们谈整个这次 国小分营区大概动员多少人力 然后大概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国小分营区呢 这一次呢 动员的有五位校长 然后再加上七位工作人员 那我们呢 来全力来做好这次分营区工作 那我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在我们这些同军小朋友的报道 还有整个营区的早上的升起 以及晚上的集合那一些 那另外还有团长会议 这些主要的工作项目 还有离营前的拔营 以及那个让他们能够环境 都能够整理得很迅速很干净 那我知道这个国小同军团 他们白天可能就是按照行程在走 不管是闯关 或者是现在可能要出去外面 那是不是管理上 是不是就是在晚上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可能就是怕小朋友乱跑这样子 对这的确会 那我们在团长会议里面 我们都会有跟各团的团长 带队老师说明的 那个整个集体行动 以小队为单位 不管去洗澡吃饭 还有活动 都是以小队为单位 然后那个他的活动 也都是以安全最重要 是是是 那这个黄校长 你个人怎么看同军运动 对我们青少年的帮助 这次同军活动 我看来参加小朋友 以及带队老师都很有活力 而且他们都很热情的参与这次活动 那每一个小朋友 表现出来都是非常有精神 而且高度的合作 那从他们来报道以来 这一天多以来观察 他们虽然天气很热 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有精神 表现是同军的精神 不怕困难 互相合作的精神 谢谢我们的黄校长 谢谢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这次的国小分营区的副营主任 是由新荣国小的徐发斌校长所担任 那一开始是不是请徐校长介绍一下你们新荣国小 我们新荣国小在民国一百年成立 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大概只有五年 迈入第六年的时间 那我们学生慢慢逐年在成长 那我们学校主推是科学教育的学校 所以我们在科学教育着力比较多一点 这一次我们透过学生的学习 在五子期三子期 还有一些新荣期的一些活动 让小朋友在科学教育的部分能够琢磨比较多 那科展的部分我们也是我们主推的 透过科展的一些活动 让小朋友在学习他们逻辑概念 还有一些科学方法如何去做延伸 那我们学校里面的艺术人文也不错 我们艺术人员老师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说走向科学跟艺术做结合 那在乐团的部分也是我们主推的 我们小朋友从二年级开始就成立了学乐团 学乐团的成绩也不错 然后我们学校也有支离团 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艺术人文的教育 跟科学教育的融合 养成小朋友比较有全人教育的一个概念 让小朋友在生活里面能够拥有这两个东西 他的生活会比较丰富一点 那新荣国小是一个比较多班的学校 比较大的学校 那在管理上会不会比较困难 我们学校管理上真的是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在都省的时候 我们学校的围墙是被都省委员拿掉的 我们学校是无围墙的学校 但是这样子也造就出我们小朋友在自治 跟他在整个学习上面能够会更多元化的一个概念 因为不会被现况所框住 所以我们学校里面小朋友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那管理部分因为透过家长会的协助 我们的安全维护是家长会会来协助的 所以会让我们很多的管理上面 呈现出很有计划很有系统的 所以在管理上虽然是人多 但是因为大家的努力合作 我们还是很有系统性的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好 那学校与科学教育来做发展 是不是跟我们新竹的这个地缘有关系吗 对因为我们在科学教育除了是新竹县市 因为有科学园区的关系 我们资源会比较多一点 那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在比较系统化的一个教学 或者是在他的能力的培养 是能够走向比较科技化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去走 当然因为我们很多家长他也是科技人 他也希望说我们学校在教导的一个方向 是不是能够让学生能够明辨是非 然后做事是很有步骤很有系统的 所以我们在科学教育的部分 在认知情义技能的部分 教导学生能够比较努力一点 往这三个方向去走 好 接下来徐校长就谈谈 这次副营主任的工作 副营主任当然是协助我们营主任 营主任还有我们很多伙伴在照顾 主要是我们这一次大概是以照顾学生的整个生活起居 还有他们的需求去做一个努力 那我们营主任在统筹的时候 把工作分配给我们再做 让我们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是让小朋友来到这个地方是有学到东西 而且能够安全平安很快乐的离开这里 那我们就把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分配下来 我们各个部门都做得很尽心尽力 然后也获得很多的团长 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对我们的肯定 因为一个工作要做好 是大家要去共同努力 这也是我们同居的一个精神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学到的东西 学以自用也教导我们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这次的分营区的工作 我们大家分着做都不会分彼此 那很多的主任很多的老师 他们都花很多心思 然后想到的知识 让学生能够学到最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工作都做得还蛮不错的 新农国小从今年开始创立童军团 那是不是跟我们谈谈 学校长你个人怎么看童军运动 我觉得童军团是在让学生 认识情意技能部分要有所提升 它有些技能是能够求生的技能 它能够去学习到这些技能以后 它在生活上是没有疑虑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童军的态度 我觉得它能够以身作折 它能够去帮助别人 它能够去做很多的事情是为了别人去做 和解他们是合作的 团队精神 这些东西是在童军教育里面 对于我们学生是一个很好的培养的东西 我们透过童军教育 不是只是在书本上的知识 是透过一些生活上的 我们的课程里面的训练 野外的技能 然后透过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 去解决很多问题 他们的态度自然会培养出来 所以我觉得童军教育 很适合国中小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才会了解说 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 以后出了社会 你没有朋友 你不能够合作 你不能够大家共同去做 或者是你的态度是不对的时候 你没办法生存下去 那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这个社会 透过童军教育 让我们的学生跟我们的孩子 他以后出了社会 他是能够跟人家 用他的良好的态度 从童军学到态度 去跟人家做沟通 去生活去找工作 这样我们的学生社会 他出了社会才不会有问题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学生在学习上面 不是只有书本上的知识 他那些生活上的技能 像越来越多的学生 他以后他可以煮饭 他可以去整理他自己的东西 这个都是生活上 很基本的需求跟要求 但是我想我们 很多没有学童军的小朋友 他可能都是大人 去帮他做这个东西 那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做这个东西 就是他能够自理 自理以后他在社会上 他有个生活 我们会期待说 他以后的生活会比 那些没有上过童军的 会更好一点点 谢谢我们的许校长 谢谢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访问 一样是国小分营区的 这个主员 那他是这个松林国小的学务主任 彭嘉丽主任 那是不是请彭主任 先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个人 我个人服务在新竹县 新丰乡的松林国小 那我们松林国小也成立了13年 那我也在我们这个学校也服务了13年 那我目前担任是学务主任的一个工作 那学务主任主任主任也是负责 同军运动的业务对不对 是是 我们同军运动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它有一个小队的制度 徽章制度 荣誉制度 其实我们在学务处推动这个 有关学生事务方面的话 以同军的这个精神来去推动的话 我们也是秉持这个精神 来对全校的一个学生来做一个推动跟规划 那我举个例子 非常简单 像我们小队制度 其实我们班级就是我们的小队 那我们举办了很多的一些竞赛 比如说品德教育的生活竞赛 那个有关的整洁竞赛 或者是秩序 或者是一些的体育团队活动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荣誉制度 当我们推动这些 让学生在这个 我们推动的活动当中 去做一些学习 去做一些表现的时候 那我们也给他们适时的一个奖励 其实这就是一个徽章制度 那其实学校里面来推动这方面 我们并不是在意说成立同军团 我们要成立多大的团多少人 重点是在我们怎么去推动 有关同军教育这个精神 是 落实在我们真正的一个学习上面 那其实我们刚刚就是我提到的 我们推动的这些工作 其实它都是同军教育的一环 那同军团呢 把这些人再集中出来说 它就是一个标杆 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杆 像这些人的学习 然后进而推广到所有全校的学生 都能够有这种学习的精神 那也称入前面有的校 我们的校长也提到过了 那我们的这个教育其实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在这个良好的这种方式来去做它的一个培养 做一个养成的一个教育 那关于这个家长服务员在学校同军团的角色呢 是因为我们也会利用家长的这个角色来协助我们 毕竟我们学校的老师呢 他也是非常多的工作的 比如说在教学上面 比如在生活辅导方面 那家长这块呢 我们也是把它当成一个我们的服务的 服务不只是服务我们学校 也是服务他自己的子弟 我们会请他们来当做志工 来协助 其实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 比如说交通的志工 比如说我们有图书的志工 其实这些都是呢 我们的同军上面的一个精神 然后来一个做一个协助 那在有活动的办理上面 除了我刚才所提到 像我们学校还有很多的活动 运动会啦 班亲会啦 甚至于自己班级 自己班级他们老师 我们也鼓励老师 成立自己班级的一个家长会 他们来协助 曾经的阅读啦 这些他们都是可以来做一个协助的 然后帮我们做一些评分啦 或者是讲评啦 甚至有的家长他学友专精的 他甚至可以来邀请 我们就邀请家长来学校 来为这个班级来做一些烹饪课啦 或者做一些有关于手工艺的 这种裁讽的课程 这其实都跟同军教育上面 都很有很大的关系 那关于这个国小分营区 因为它是服务这个国小的部分 那整个分营区从昨天到现在 遇到最大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次的人数也不少啦 那300多人 经济400人 那我们因为 这个中国科大毕竟是 一个校区一个学校 它并不是专门提供给我们 同军活动的 所以在这个有关于 惯喜方面的话 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一个小学生 他们的一个自我的照顾能力 可能没有这么强 那还是需要我们老师在旁边 这个叮咛教诲这样子 那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冠洗室 我们是借用他们的一个学生 学生宿舍的 所以在冠洗方面呢 可能就受到的这个限制就会比较多 但是这个方面我们这个营本部呢 也做了考量 也派了很多的校长 老师主任去做一个协助 因为毕竟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也做了一些有关时间上的管制跟安排 虽然说时间拉的有点长 但是呢还是可以有一个解决的方式 那在我们这个规划之下呢 再请我们的参与的一个小队 能够来做个配合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把它做个解决的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状况 像我们昨天在设站啦 设站结束之后 掉了三个水壶在那里 到现在还没有人来找 那是不是国小的部分 是不是小朋友很容易掉东西 是不是也是营本部要去帮他们去找 是是是 其实掉东西这个都难免 在学校上面常常在发生 因为现在的生活也非常的富裕 有时候家长帮这个孩子们 准备一些东西的时候 也许这个小孩子得知太异 所以他就也许就不太珍惜 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教育他们的这一环 那就是刚刚主持人我们有提到过这些状况 其实我们早上在升起的时候 成前讲评的时候 我们校长也都有在跟学生做个叮铃 因为毕竟自己的东西要爱惜 我们要习物 那习物就是从自己开始本身做起 这是一个最重要 那最重要也是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照顾好自己 其实这都是一个也是一个同学 一个教育的精神 那我们也是有提醒小朋友 在于这方面大家一定要就是 因为毕竟是小朋友 我们就是要给他舞台 我们就是要给他练习 给他学习的机会 对 我相信这个虽然是掉东西 这件小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件小事情上面 去做一个着力 从小事去着手 小地方去着眼 慢慢的训练他 慢慢的养成他 我相信呢 以后一定有很好的结果 好谢谢我们彭主任 是 You are not a child 我们快乐地向前走 I am the right The truth lies How you need to find 我们快乐地向前走 The day you come I'm saving sound I'll probably save I want you care for a coffee or a tea Thank you I want you to save Someday you will do it again I'll be ready I love goodbye I dream of mine You are not a child 我们快乐地向前走 Well I am all right The truths and lies How you need to find 我们快乐地向前走 I was 25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由金铭制作主持的快乐玩童军 我们节目是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点到2点 在汉森全省的调服调评 为我们全国童军伙伴来服务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节目主题呢 一样是延续上个礼拜 是2016全国中小学童军大露营的一个相关的活动报导 那今天是第二集哦 那在上一段的访问 我们已经专访完这个国小分营区 以及国中分营区的营主任跟副营主任 以及组员的一个专访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三天的一个活动了 那首先一开始 我们先从8月18号上午 那一天其实整个早上都是算报道时间哦 那从报道时间开始呢 就有这个国小国中陆陆续续 抵达这个我们中国科技大学的新竹校区 所以我们从早上9点多呢 我们就开始在这个报道处哦 开始来为我们的同军伙伴来进行专访 那我们现在节目呢 开始来为我们的同军伙伴介绍 这三天的一个同军大露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现在时间呢 是来到了这个上午9点10分哦 那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报道处 那报道处它是由这个公关组的接待骨哦 来负责 那我们就邀请到这个接待骨的骨掌哦 呃 庄银轩 同时他也是富光国中的校长 呃 请他来介绍一下 关于这次的这个接待骨哦 呃 今天大概预计要接待多少的 那个同军跟幼同军 呃 各位听众大家好 呃 我们是接待组的工作人员 我们今天的工作呢 是从早上8点半开始到下午的1点半 我们预计会有全国各地 国中国小的学生来到这里 预计大概会有上千人左右 目前国小团加国中团一共有88团左右 那我们今天的工作我们动员了我们县内的很多学校 包括我们富光国中光明国小的工作人员 以及我们动员了高中的同军 大概我们新竹县内的一些高中的学生 一起来当做我们的志工服务 另外我们在艺南的部分为了维持我们整个报道的交通的顺畅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全线50多位的艺南一起来协助 我们期待我们今天的报道工作可以完整完美而顺利 那这次的报道时间拉得比较长 那原因是不是因为这次的同军是来自全省各地 是的没有错 我们为了让各地的同军来到新竹都有感觉是倍感尊荣 所以我们把整个报道时间从8点半拉到下午1点半左右 让每一个人都很充容地来到我们的新竹来做客 最后他们完成报道之后呢 他们会往哪个方向走 我们报道完毕之后呢 我们今年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国小我们称为希望营区 我们国中称为亮丽营区 所以我们会分别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伙伴 带往不同的小朋友到不同的营区去 再由希望营区跟亮丽营区的工作人员 接手进行下面的分组活动 那今天最早来报道的是哪个县市呢 好今天最早来报道的县市 我们很惊讶的是居然是嘉义市的民生国中 他们一早就来了 来了大概快50多位的小朋友 他们连推车啊工具啊制服都非常井然有序 刚才报道说喊的对呼 也很让我们很喜悦很惊讶 可以感受到同军的精神 既然他们每个人报道都有对呼 那我们就来等待下一队他们的对呼 看是什么好不好 好没有问题 那我们尽其期待下一队是哪一个县市来到呢 我们现在终于等到了下一个报道的队伍 那我们来看一看他到底是哪个县市的同军们 现在他们陆陆续续下车 那看他们的体型呢 很明显的他们就是同军 那目前呢还看不太出来 他是哪一个县市的同军团 这个报道队伍呢 他们是新竹市第11团 光武国中同军团 那他们整个游览车都已经下完了 那目测大概有20几位的同军伙伴 那重点是他们带了非常多的器材 然后居然还带了一台脚踏车 那还有一些是营地建设所需要的一些主材 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已经把它先完成了一部分了 那今天早上呢 到下午他们就会开始做他们的每个分团自己的一个营地建设 那他们的这个推车呢 总共有这个八个篮子 八个篮子应该是他们的这个小板凳 还有他们可能萤火节目要表演的一些道具 那现场这个服务组的组员 曾文龙 我们来访问他一下 他今天已经带了多少队伍 进入 两个吧 那他们带了什么样的一个道具 就很普通的就是帐篷啊 睡袋之类的 那到现在有没有看过带最多最夸张的 应该就这一组啊 这一组居然连那个烤肉的炉子都有带 狂啊 那他们在这边这个报道处集合之后呢 我们这个曾文龙他就会举这个 请跟我来的一个牌子 那他们呢也会请这个小队呢 来进行他们的对呼 刚才就是金竹市光武国中同军团 他们的一个对呼 等待的空档呢 我们这个新竹县政府教育处的社交科 科长徐晓清他也来到现场 那他主要今天呢 就是要巡视各个场地 看看他们准备好了没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今天早上的一个整个 大家准备的状况怎么样 感谢主持人 这一次就是为我们真的很荣幸 能够承办全国第一届的 中小学同军大露营活动 然后这一次的活动的话 目前我们的就是学员的部分 像国桥跟国中东 已经有陆续有一些小队有进驻了 我们目前预计是在下午一点半之前会完成报道 然后希望说这三天的活动 都能要顺利进行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新竹玩 谢谢 今天早上天气比预期中的来得好 主要我们办这个大露营活动 一般都是比较担心下雨 那这几天好像天气都会很好 这真的很高兴 今天农种雨放晴了 听说昨天晚上跟早上都有小小飘雨一下 所以让我们有点担心 但是我们这边也是有雨天备案 也有先做好准备 以防不时之需 最后请问一下科长 就是我们这个新竹县政府 说是第一次举办这个全国中小学同军大露营 那整个县政府的教育处 整个筹备了多久 这一次的筹备期程算还蛮仓促的 因为我们大概从三月份 才接到这个承办活动的讯息 但是我们还好 我们有优秀的国中小团队 还有我们的同军团们 都有大力的支持 让我们在这短短的期间 算了五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把这个同军的活动的细节 都能够规划得很好 最后科长跟我们谈一下 你目前在整个这次的活动 你是担任怎么样的编组 目前的话我是担任我们 营本部的秘书的部分 然后主要是就是协助我们整个大会 有些各组要跨组协调的事项 然后希望说能够让我们 整个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好 谢谢我们的科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正在播放的歌曲呢 相信我们这个很多家长跟服务员都非常的熟悉 也非常的怀念 这大概是我这个年纪的一个歌曲 当时我大概是国中的年纪 那时候城市少女非常的火红 那这首歌呢叫做抓一个梦想在手上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2016全国中小学童筋大露营呢 我们这个很多家长义务服务员一起来参与 来协助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也是希望带给我们更多的青少年欢乐的时光 那因为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快乐的环境中成长 他们才能够开始去追逐属于他们的一个梦想 那透过童筋运动的一个学习跟培养 让他们在大自然中慢慢去增进自我 找到一个属于他们的一个未来 那我们现在呢继续来介绍这个 206全国中小学童筋大露营第一天的下午的时间 那下午的时间他们的设计呢 就是幼童军他们进行的是一个多元智能的一个闯关活动 那童军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做营地建设 那如果童军完成他们的营地建设 跟这个比如说帐篷的搭设完之后呢 下午他们一样可以来参与这个多元智能闯关 那当天下午我们汉森广播电台 也有参与这样的一个设战活动 我们把这个我们录音室的百万的录音设备 全套的播到我们这个活动现场 让我们这个童军跟幼童军一起来体验 广播式的一个百万设备 录音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我就要开始来播放 那当天呢如果你们团有到我们的汉森广播电台 来去体验你们有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录下你的声音 不管是唱歌或者是讲话或者是告白 我们都要在这一次的节目中呢 我们开始来播出 那当天总共收录了大概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了 那如果你当天是非常的害羞 那就很可惜 你就现在就没有办法听到你的声音在透过空中 然后从录音机或者是从网路去播出来 所以下次呢也有在这边呼吁我们的童军伙伴 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一定要大大方方的在麦克风前面去录下你的声音 你现在才会有这个机会听到你的声音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播放 大家好我们是湖口高中复社国中部五支三小队 我是全场最漂亮的TP 我是最天真最可爱最美丽的大演 我是最美的小队长朱老大 我是最有气质的阿婷婷 我是全场中最胖的小胖子 我是全场中最矮的小矮子 我是全场中最有力的谢慧云 拜拜 汉声广播电台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谢谢您的收听 拜拜 我开着我的阿怕气雅飞雅飞雅飞 我前面没有宝可梦 后面却有伙伴们 我开着我的阿怕气雅飞向无敌 我是最美味的橘子 我是最会飘的真子 我是最会飞的 蚊子 我是最冷的牛乳 我是最强之的小鱼 哦好 来我们听听听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校国中九年九班的徐晨卫 我这次来参加全国童军大露营 这是我一年了 希望以后也能够多参加童军的活动 谢谢 我是八年八安的江云一 我参加童军是因为觉得很好玩 这次三天我希望能玩得愉快 谢谢 我是中校国中八年三二的曾子楼 我希望能在这三天能玩得开心愉快 然后也能学到知识 谢谢 光明国小 光明光明 GoGoGo 光明光明 家加油 光明光明一定 敬佑 光明国小 阿修宝 阿赞啦 爱的人者一起喽 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 Ninja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真正强 真正棒光明国小金架赞 我们来自平东 我来自平东县七十七团 祥赫富士同军团 我是小爱之年队长韩丽萍 我的boss是邓美文 他的partner是李玲 我拍一个超大大的boss叫做书彦章团长 谢谢 啾咪 我是平平女神 我是宇杰 我是可爱玉婷 我是韵龙 我们来自平东县赫生国中 预祝这次活动顺利 啾咪 好 我来自平东明镇国中 我叫蔡逸臣 希望这三天的录影 不要天气不要那么热 好 很难欸 大家好 我是最可爱的湘里 大家好 我是皮嘎 我们来自赫生国中 我希望六六同军团的伙伴 可以全员到齐 就这样 爱你哦 救咪 太空洞了 老鹰在展翅 小鸡在做乌米 无所谓的爱情 只是想要告诉你 中兴国中在这里 我们来自南投县的中兴国中 我是李嘉丽 我是曾文雅 我是章鱼欣 我是章鱼欣 我是林德宇 我是简易君 我是章鱼 我是神猪头 我们商店谈了 收听汉声 品味人声 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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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最红 真的没有最红 仁爱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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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无敌霹雳翔 就是我们同军团 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自新竹县 竹北市仁爱国中 我是彭少鸣 我是彭少鸣 罗佩苏 王艷薛 我是陈依林 陈佩如 李虱翔 郭依林 陈仲 廖宏 陈彦均 陈廷 陈廷浩 苗平成 李白衣 记得 记得 记得准时收音 汉声广播电台 鸿浩之士 前公后进 老鹰在展翅 老鹰在展翅 小鸡在啄米 小鸡在啄米 有什么事 我想要面对事 只是想要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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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国中在这里 成功国中在这里 大家好 我们是新竹县 竹北市成功国中 我是高佩音 我是陈廷轩 我是彭二姐 我是林云如 我是薛宇辰 我是谢山化 我是朱文文 收听汉声 品味人声 拜拜 我是高佩音 希望在这三天 参加童军的活动会很顺利 然后非常希望 让大家能够非常开心 谢谢 我来自大道国中 我的名字叫冠音 我要唱同首同叫 好 还记得 傻小年纪 松开我的手 迷失的你 在人群里 看着你 一边哭泣 手还握着冰淇淋 有时候 难过生气 你总有办法的我开心 依然清晰 回忆里 那些曾经 有笑有泪的光影 我们的生命 先后顺序 在同个温室里 有时存在 在这个世界 唯一的唯一 唯一的唯一 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 踏着彼此梦想前进 路上偶尔风 全日临 也要握紧你的手心 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 向着向西相依为名 别忘记之前的认定 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 现在我唱的这首歌曲 给我最亲爱的弟弟 大家好 我叫李展龙 来自大道国中 我希望 我们这一团 在这三天 可以学到团队默契 然后信任彼此的信心 好 结束 去拿去 去拿去 封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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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棒 封田封田封田赞赞赞 封田封田封田一级棒 大家好 我是吴雨萱 大家好 我是王琪珍 大家好 我是林思婷 大家好 我是郑安勇 大家好 我是杰文勇 大家好 我是琪珥 大家好 我是林杰 大家好 我们来自大宗 世丰圆区 南洋国小 大家好 我是雨萱 大家好 我是何玉佩 大家好 我是张玉璇 大家好 我是徐毅璇 大家好 我是刘依珍 大家好 我是曾静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是曾静穎 和刘依珍 今天我們要來講一個冷笑話 有一隻狼 牠住在月亮上 遇見了嫦娥 之後跟牠打招呼 之後嫦娥就收養牠 之後 然後 嫦娥有一天就把牠趕出門 然後跟牠說 你這個色狼 故事結束 我還要再講 還沒講完 有一隻狼住在月亮上 阿嗚阿嗚沒了 我們就結束 舉起你的左手偶像偶像 舉起你的右手簽名 舉起你的雙手偶像簽名 阿嗚阿嗚 我們是小智朝元 是新人國小 哈囉 我是林軒沛 我是熊明晴 哈囉 我是鄭子俊 哈囉 我是張天宇 哈囉 我是梁英寬 這次是熊明晴 沒有講哈囉 我是梁英寬 大家好 我叫做鄭子俊 我覺得這三天很開心 好 這麼快 對啊 大家好 我是來自桃園市新人國小 梁英寬 我今天來參加三天兩夜的全國大陸 我覺得很開心 我希望學到可以和別人合作 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台北市市新國小 大家好 我是梁英乔 我是吳宥姐 我是李宇白 我是黃玉倫 我是林志恒 我是黃玉倫 我是黃玉倫 我愛人生品味人生 抖六門 抖六門 肉傾活力 抖六門 抖六門 想奸 想奸 雄庫 雄庫 今奸 今奸 該奸 蓋奸 talk to将軍 今假好當河 大家好 我叫歐洲里 大家好 我叫馬玉勋 大家好 我叫張宇谦 大家好 我叫蘇洛羽 大家好 我叫錦廳羽 我叫蔡500 大家好 我叫鄭霖 SW 大家好 我叫鄭宇曉 大家好,我叫陳鮮宇 大家好,我叫志廷凱 大家好,我叫葉晨韻 大家好,我叫戴晨韻 大家好,我叫徐維銘 大家好,我叫林俊廷 學生國小好棒棒 大家好,我叫林俊廷 我來自學生國小 希望這三天的活動中 我可以玩得很快樂 謝謝大家 大家午安,我叫張宇謙 我來自賀晨國小 希望賀晨國小可以一天一天的更棒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馬鈺勳 我來自享賀七十七團 住這三天,我可以順利的結束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舒婷凱 希望在這三天的活動中 可以得到更多快樂 並且學到更多知識 謝謝大家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屏東祥賀富士童軍團的團長 這次帶著十六個幼童軍 來到新竹參加這次的大活動 希望每一位祥賀的夥伴 都能夠從這個活動中 得到很多的樂趣 以及有更多的成長 那也希望我們祥賀富士團 能夠有長長久久的發展 能夠團運昌榮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南亞國小 我是葉振安 我是劉家瑜 我是葉求恩 我是張亞人 我是莊玉琪 我是李道元 我是王炳浩 南亞國小我最棒 開圓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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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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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王東雲 大家好 我是遊石雲 大家好 我是勳於彤 大家好 我是羅力慈 大家好 我是郭勇琴 大家好 我是鄭偉 大家好 我是鄭強峰 大家好 我是傅品嘉 大家好 我是王家瑋 大家好 我是蔡函 大家好 我是忠子萱 大家好 我是陳御倫 大家好 我是黃耀新 開圓國小 一起棒 3 2 1 GO 口號知識 前功後見 九五天兵同軍團 天兵天佳好麻煩 天兵天佳好麻煩 不過第一我不還 所以靠邊不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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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們是 新竹市光五國中 我是江沛玄 今天我要講一個笑話喔 我問你喔 就是童話故事裡誰的胸部最小 不知道 吃小紅帽 為什麼 因為他奶奶被吃掉了啦 哈哈哈哈 我是垃圾狗 我是垃圾狗 哇哇